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种职业在外界看来自带神秘感 也是高薪暴力的代名词 传说日薪八百 夜班一千六 不要学历 不要经验 只要胆大就行 但是只有真正的从业者知道 自从入行之后 亲朋好友都离他们远去 下班高峰的地铁上 只要接了一通跟工作有关的电话 挂了电话之后 人挤人的车厢里 他们周围必定是空荡荡的 没有人愿意跟他们握手 生日宴满月酒结婚喜宴 更是不会有人邀请他们 他们就是入脸师 我更愿意称他们为众星星的人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 这个世界上最孤独 也是误解最深的职业 我们距离逝者的距离有多远 社会对生死认知的差别就有多远 2014年新明晚报有一位记者 有幸参加了95岁故事的老人 王爱珍的沐浴里 不大的房间里弹箱鸟鸟 音乐低回 沐浴人员轻柔地抬起老人的头 为他垫上干爽的毛巾 会用手捂住老人的耳朵 生怕水淋进老人的耳道里 毯子自始至终都盖在老人的身上 在家属面前保证老人的隐私和尊严 沐浴完毕 静静躺在沐浴床上的老人宛若生时 家属上前为老人扣上兽衣扭扣时 得他照顾多年的外孙和外孙女 忍不住失声痛哭 在仪式开始之前 记者还曾经对如此近距离的接触逝者 心存疑虑 但是仪式开始不到五分钟 就深深地感受到了他的神圣 能参加这样一场充满关爱与尊重的 送别沐浴礼 说是荣幸也不为过 当天为王爱珍老人沐浴的是 人称中国故人沐浴第一人的吴金娜和她的助手 1984年 吴金娜出生于潮汕地区的一户富商之家 自幼喜欢运动 从上小学开始就立志做一名体育教练 但12岁时 一场家庭变故改变了吴金娜的人生目标 这天傍晚 吴金娜蹦蹦跳跳地放学回家 却不见父母的身影 深夜父母归来带回的是姨妈过世的噩耗 在吴金娜的记忆中 姨妈美丽温柔带她极好 她哭着求父母带她去见姨妈最后一面 母亲也哭了 却怎么也不同意 因为吴金娜的姨妈是死于一场惨烈的车祸 面容近毁 母亲担心吓到年幼的吴金娜 所以拒绝带她前去观礼 这成了吴金娜毕生的遗憾 15岁吴金娜读初三 成绩优异 本应该参加中考 但是在无意中看到了福建民政学校的招生简章后 改变了主意 她决定放弃中考 也放弃了梦寐以求的体愿 转而报考中专殡殡专业 对于这个决定 吴金娜的父母非常的不理解 甚至说是气愤的 吴家几代经商 家里人对殡殡行业从业者只有一个刻板印象 那就是这一行实在是太晦气了 但吴金娜已经下定了决心 她首先说服了爷爷这个当家人 然后让爷爷说服了父母 这才拿到了报考资格 和外界认知不同的是 殡葬礼仪和技术其实都是需要系统学习的 也并非不需要学历 殡葬教育在我国起步较晚 1995年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在全国首创现代殡葬专业 招收有志于中国殡葬改革的年轻人们 目前开设殡葬教育的高等院校 只有五所大专和三所中专 上无学校在本科层次设立相关课程 殡葬专业下分为殡仪服务 防腐整容 殡葬设备 零元设计四个方向 吴金娜学习的是防腐整容 在校三年课程安排的十分紧凑 吴金娜和他的同学们 不仅要学习遗体的收敛化妆整容 还要兼顾风水传染病 腕联写作等等 根据民政部2022年公布的数据 截止到2021年底 全国共有殡葬服务机构4373个 其中殡仪馆1774个 殡葬管理机构815个 民藏部门管理的公布1673个 而与之相对的是日移壮大的老龄化人口 和逐年上升的死亡人数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招生办的主任谢海波表示 殡葬行业人才缺口巨大 仅殡仪馆这块 每年的人才缺口就在1万人左右 但高校面临的却是常年招不到学生的局面 中专最后一年 吴金娜进入了家乡的一家殡仪馆实习 上学期间因为接触的都是同专业的学生 吴金娜也没有感觉到自己的职业会受到多少歧视 但是某次回家后 却被自己母亲的态度给伤到了 闽南地区有初一十五祭拜神仙的风俗 这一天吴金娜特意早早的就回了家 在经过客厅的时候 发现桌子上摆放的用于祭祀的苹果掉在了地上 她就顺手把苹果给捡了起来 然后放回了桌子上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等她再一次从屋里出来来到客厅的时候 桌子上的贡品苹果竟然全都不见了 吴妈妈特意出门买了另外一种水果来代替 吴金娜生气的质问母亲为什么要换一种水果 吴妈妈眼神躲避 吱吱呜呜的瞬间 吴金娜就明白了 家里人应该是嫌她晦气 觉得她碰过的东西是不吉利的 从那个时候起 吴金娜就开始避免一些不必要的人情往来 逢年过节喜宴婚礼 如果亲戚朋友没有特意邀请 她绝对不会主动出现 后来吴金娜得到了一次去日本学习进修的机会 那一年她19岁 这一去就是9年 在日本 吴金娜对入脸师这个职业有了全新的认识 自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 日本就步入了老龄化社会 正因如此 殡葬行业的发展也有较为成熟 吴金娜在日本的工作单位是 爱之县风川市日本东海典礼注视会社 那是当地最大的一家殡葬公司 在观察日本同行的工作手法时 她发现每一个人都是那么的温柔细致亲切 这给她带来了完全不同的感受 在日本工作学习期间 吴金娜对故人沐浴这个环节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故人沐浴顾名思义就是为逝者清洗身体 让他们干净有尊严的和亲人朋友告别 跟简单的为死者化妆不同 故人沐浴分为清洁穿衣装扮等几个步骤 耗时通常在30分钟到一个小时不等 全程入脸式都需要佩戴手套 不能用手直接触碰遗体 这跟封建迷信无关 因为人死后免疫系统停止工作 遗体会滋生大量的细菌和病毒 附着在身体的表面 所以不介意任何人用手直接碰触遗体 亲人家人也不例外 另外人离世之后血液不再流动 如果操作不当随意触碰 遗体的表面很容易会产生清斑 这也是家属所不愿意看到的 除此之外 这份工作还有一些其他的禁忌 比如说入脸是从来都不能跟家属说再见 一般只会说请保重您慢走 毕竟由于行业的特殊性 如果再次见到 恐怕又是发生个让人难过的事情 为逝者进行沐浴之前 吴金纳通常都会面对遗体深深的居上一躬 表示敬意 家属也会被邀请参与到 为故人服务的这个过程当中 最常见的就是家属为逝者穿衣服扣扣子 大多数情况下逝者都是老人 小时候他们为子女穿衣 如今老人离世 这可能是子女能为父母在人间做的最后一件事了 在日本时 吴金纳有好几次非常难忘的工作经历 有一次是刚到日本 为一位年轻的母亲做防腐工作 走到对方家里时 房间里有一个六岁的小男孩 正紧紧的抓着母亲的手部放开 这位母亲是因为肝癌去世的 在治疗癌症的过程中打了大量的点滴 导致腹部肿胀严重 吴金纳工作的第一步 就是将这些腹部基业给排出去 考虑这样的场面 对于小朋友来说实在是太过残忍 吴金纳对逝者六岁的儿子说 你可以离开五分钟之后再进来吗 话说出口的一瞬间 吴金纳就理解了当时自己父母的心情 当年他们大概也是抱着同样的担心 才阻止自己和姨妈告别的吧 小男孩十分的乖巧听话的出去了 等他们处理完毕之后 小男孩走进来摸了妈妈的肚子 然后向吴金纳一行人鞠了一躬 小男孩说妈妈生前最喜欢穿碎花裙子了 看着妈妈不用再挺着大肚子 能够穿上合身的衣服 她非常的感激 还有一次为一个小女孩做入恋的经验 也让吴金纳十分难忘 那是一个初中二年级的女学生 看到遗体的瞬间 吴金纳整个人都愣住了 女孩面目全非支离破碎 从业这么多年来 她还是第一次看到如此惨烈的情况 据佳人介绍 女孩是一名优秀的剑道选手 曾经拿过爱之线风川排名第二的好成绩 一天放学后 小女孩不幸被一辆飞驰的大卡车撵过 还有十天就是见到比赛的日子了 这个噩耗对于女孩的家人们来说 像是平天霹雳 原本应该接受欢呼喝彩的小女孩 如今只能孤单单的离开了 女孩的家属希望能够给女孩 尽量做一些修复工作 哪怕只是让她静静的躺在那里 接受朋友们的告别 吴金纳接下来这份任务 但缝合工作比想象中的还要困难 骨头的拼接会发出巨大的声响 而女孩的家人们就在旁边的屋子里 为了不让修复过程发出的声音 太过影响家属的心情 吴金纳选择全程供放 女孩生前喜欢的AKB48音乐 八个小时之后 她为女孩穿上了生前的校服 女孩的葬礼结束之后 没几天 吴金纳的老板突然要求要见她 一开始 吴金纳还以为是自己做错了什么事 被老板约谈 但让她没有想到的是 和公司董事长一起来的 还有一位老太太 老太太说她是女孩的邻居 曾经见过女孩车祸后的惨状 但是在瞻仰遗体的时候大为吃惊 她万万没有想到 女孩可以被修复到这种程度 老太太打钉了 为女孩做遗体整容修复的公司 并且向吴金纳表示说 我百年后的房府事 能否交给你来处理呢 得知自己的工作被高度认可 甚至有人慕名而来 吴金纳心中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2013年 吴金纳回国 创建了一支专业的入恋团队 2017年吴金纳受邀 登上了辽宁卫视 有情主角的舞台 节目中吴金纳说 自己入行以来 已经送走了7万多亡人了 平均每年差不多5000人 也就是说 每天要为13个逝者沐浴 吴金纳也因此被冲为 中国故人沐浴第一人 外界都以为 殡葬行业高薪暴力 但吴金纳说 整个沐浴环节 他们的团队 只收取1500元的服务费 另一位化名小慧的 殡葬师也说 殡葬从业者的真实工资 其实并没有那么高 北上广等一线城市的 遗体整容师 做得好的话 会有机会月入过万 但小慧生活和工作的贵州 殡葬师的起步工资 也就在三四千元 入行三年之后 小慧的工资 涨到了5000到6000元 不存在所谓的加班 24小时随时待命 没有节假日 喝酒需要报备 睡觉也不能关机 手机一响 随时到稿 因为很多人 都是在凌晨一两点钟的时候 离开的 小慧说 做这一行不能耽误 哪怕去到了现场 暂时什么都做不了 但是家属看到有他们在 也会安心一点 能够在这一行 长久坐下来的 要么是打心底里热爱 要么就是有故事的人 差不多十年前 武汉地下摇滚圈里 有一支小有名气的 重金属乐队 消逝的河流 代表作吴冕之王 波惹之音 坠入烟灭之门 等等传唱一时 乐队的组建者名叫杜威 70后 最擅长的音乐风格是死亡金属 每当夜幕降临 杜威都会背起吉他 和队友们走入酒吧 血脉喷张的音乐响起 他觉得自己是一头 在人群中急速狂奔的野兽 那是一种灵魂出窍的快感 这样的叛逆 他只有在黑夜才会展示 天亮时 他将走出狂躁的酒吧 换上一身得体的衣服 走进武昌殡仪馆 那里是杜威工作的地方 一半摇滚人 一半入脸时 别人眼中分裂的人生 杜威早就习以为常了 从小杜威就不爱学习 叛逆不服管教 90年代初 摇滚乐席卷全国 杜威在音乐中释放灵魂 初中毕业后 他进入职业高中 就读烹饪专业 本想着日后到餐厅去当大厨的 结果刚打工第一天 就因为脾气不太好 把厨师长给揍了 刚毕业就失业 杜威因此和父亲大吵了一架 愤怒中 杜威离家出走 来到了朋友的酒吧 组建了乐队 那时杜威有一位 名为彭坦的队友 没错 就是后来打打乐队的主唱 而同样热爱死亡金属的杜威 则走上了另一条 表达与描绘死亡的道路 一度以天不怕地不怕 而自居的杜威 在得知父亲因为糖尿病 而入院治疗之后 第一次有了害怕的感觉 他开始认真思考安稳二字 对于人生的意义 1997年 在母亲的反复建议下 杜威参与并通过了 当地公职就业资格考试 当福利院文职 和殡仪馆火化工 两个职位摆在面前时 杜威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那一年 杜威20岁 也是这份工作 让他逐渐成熟了起来 他热爱反抗 但却进入了 世间唯一不存在反抗的地方 因为无人能拒绝死亡 当入航时 杜威会主动学习防腐整容技术 也钻研遗体复原的技巧 至今为止 他仍然保持着提早上班的习惯 每天早上6点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 杜威通过遗体专用通道 走向冷藏间 核对前一晚送来的遗体信息 出生的太阳也极为懂事 只小心地停留在通道门口 不再向前 杜威身后的光影 便是生与死的分界线 他时常想 无论如何太阳总会升起 但有人却永远停在了昨天 作为一名入脸师 杜威的日常工作 包括为适者清洁 按摩化妆穿衣 有时候也要对遗体进行修复 修复之后 将适者送入木棺中 推进礼堂 与家人亲友一一告别 这条流程 杜威早已极为熟悉 他不惧怕死亡 真正让他感到无力的是 死亡背后的故事 2012年9月 武汉一处工地的升降机 突然从28楼坠落 升降机内的19名工人 无一生还 他们的遗体 被紧急送往了 武昌殡仪馆 上级指示 要在外地亲属赶来之前 将所有遗体复原 在这些遇难者中 有四对离家打工的夫妻 杜威很难不去想象 他们背后的故事 也无法忽视生者的眼泪 你永远不知道 明天和意外哪一个会先来 但是在意外到来之前 人们总是认为明天优先 还有一次一位死于纠纷 支离破碎的男性侍者 被送进了殡仪馆 在合适侍者身份时 杜威得知 对方是外来务工人员 几天后 侍者的妻子带着年六的女儿 前来办理相关手续 杜威建议给男子 做完修复之后 再让女儿与父亲告别 可是妻子却婉言拒绝了 因为男子的死是涉及纠纷的 而赔偿还没有到位 一体修复的费用 大约在3000到1万元不等 这对于很多艰难求生的家庭来说 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这样的局面 杜威并不陌生 她原本可以尊重家属的意愿 一走了之 可是在见到适者女儿清澈的眼神时 她还是动了恻隐之心 如果孩子看到 父亲最后的面容是这样的 悲伤和恐惧 可能会伴随着她的一生 适者已已 但是生者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那天她在得到家属的同意后 以教学的名义 免费修复了那位适者的遗体 遗体火化后 那对母女便悄无声息地 消失在了茫茫人海当中 杜威不清楚她们日后的结局 也不知道小女孩 在看到父亲遗体时的感受 这份职业就是这样的 适者无声 生者无言 沉默总是多余感谢 2013年 杜威考取了国际运施防腐整容资格证 在武汉 她是第三位获得该资质的入联师 在儿子出生之后 杜威就很少再唱暴力风格的摇滚乐了 2015年6月1日 原本打算陪儿子过儿童节的杜威 突然接到了一份紧急调令 从南京开往重庆的东方之星客轮 在途中突遇罕见强队流天气 于长江中游湖北建立水域沉默 船上442名乘客罹难 杜威立刻带上殡仪馆 另外两名90后年轻入联师 赶往湖北建立 他们的任务是让适者 尽可能的恢复到正常的样子 客船沉默后 尽管搜救队已经第一时间组织了打捞 但是由于天气炎热 不少遗体还是不可避免的出现了巨人观 高温下入联师们穿着隔离服 戴着防毒面具 整整6天陪伴442位罹难者 走完了在人间的最后一程 多微清楚的记得 遇难者中年龄最小的是一位3岁的小女孩 在给这位小女孩整理仪容时 入联师们的手都是颤抖的 他们生怕弄掉孩子一根头发 最终在三位入联师的共同协作下 孩子最后一次扎起了辫子 沉船事故中 有的老人手上还拿着扑克牌 生前的最后一刻可能还在开心的打牌 有的老人还拿着老花镜 各种姿态都有 尽管此时杜威已经进入殡葬行业18年了 但面对这样的大灾难 还是无法做到无动于衷 看着一批又一批遇难者被送到面前 无论做什么 无论怎么努力 都无法改变他们已经离开了的事实 这也许就是绝望的真正含义吧 在人生四门课程生老病死中 唯有死亡无法避免 也不允许从头再来 正因如此 人们才会恐惧和抗拒 在武昌殡仪馆的一角 有一座常年封闭的冷户 入联师们将这里称为臭尸房 通常遗体保存三个月以上还未火化的 就会被移放至此 他们或者是刻死异乡的无名师 或者是因为纠纷 家属迟迟不同意火化 没有人知道他们何时能够入土为安 为了方便管理 殡仪馆会将这些遗体的相关信息 写到白板上并逐一编号 有时候看着一串数字和文字背后的无名二字 杜威也会百感交集 来时无名去时无名 人生还真是一个轮回 今年是杜威做入联师的第26个年头了 在这几十年中 他看到有人离开这个行业 也看到有很多人进入这个行业 站在阴阳两界 杜威看人间也看人性 他说我们并不是在装饰死亡 而是在抚慰生命 也是在告诉活着的人 如果有一天我终将离去 请记得我最美的样子 然后放下悲伤带着思念 勇敢继续往后的人生 冰藏行业有一支非常特殊的队伍 他们专门为孤独去世的老人清洁房间整理遗物 这支队伍在全世界范围内已经日渐普遍 在日本尤为常见 他们就是孤独死公寓清洁员 2017年日本NHK电视台拍摄了一部 题为老年公寓清洁队的纪录片 揭开了这支队伍的神秘面纱 根据日本独卖新闻的报道 2017年日本约有4.7万人孤独死 日本社会学者杰成康伯甚至悲观地预测 15年后 日本每年孤独死亡的人数将超过10万人 他们生前在这个社会处于孤立状态 在独居的过程中 或者是因为突发疾病 或者是因为摔倒 在家中去世 往往去世很久之后才被发现 屋内散发的意味 让亲属都不愿意来现场做清洁 于是便催生了这个新兴职业 老年公寓清洁员 这群清洁员的工作 是在接到委托之后 对住宅现场进行专业的清理消毒除味 并将整理好的遗物 转交给逝者的家属 根据纪录片介绍 99%刚入行的从业者 都会在工作没几天之后 就选择离开 最终愿意留下的 往往都是那些亲眼见证过身边人 孤独死遭遇的 他们对逝者和其家属产生了同理心 希望能够帮助逝者有尊严的离开 比如说纪录片中 美优公司的负责人曾田 她之所以入行 是因为亲眼见过邻居老太太孤独死后 其家人难忍伤痛 无法整理遗物的情景 这让她意识到这个行业存在的价值 还有一位名叫美优的女员工 已经在公司工作有一年多了 虽然母亲常常劝她换份工作 别整天跟遗体打交道 但美优却义无反顾的留了下来 这是因为美优的父亲 也是一个人孤零零的离开的 多年前美优的爸爸由于工作问题经常酗酒 久而久之 美优的妈妈便对她感到失望至极 带着美优回到了娘家居住 可是没想到几周之后 当美优的妈妈再回去探望她爸爸时 却发现美优爸爸独自吞倒在了地板上 离开了人世 自那之后 美优常常反思自己作为女儿的不足 并把这份感同身受的共情能力 用在了每次工作之中 肯定有人会想 孤独死是不是大部分都跟贫穷有关呢 其实也不见得 纪录片中就有这样一个案例 逝者生前居住在横滨 去世两周后才被人发现 清洁员们开始整理遗物之后 逝者的人生轨迹也逐渐浮现出来 与人们对于孤独死者穷混潦倒的刻板 印象不同的是 这位逝者生前应该是一位股票经纪人 他的生活并不拮据 存款高达12万元美元 他对生活一丝不苟 每过完一天都会在日历上做个标记 那么这样一个经济能力优越 生活井井有条的人 是为何会落到如此地步呢 清洁员在逝者的家中看到了 没有冲干净的马桶 和被撞到凹陷的柜角 他们由此推断 逝者应该是在家中突然感到不舒服 昏倒的时候撞到了柜子 这才意外去世了 清洁员还在屋内找了很多 逝者家人的照片和来信 家人曾经苦苦的哀求说 拜托请联系一下我 但是不知是何原因 逝者没有回应和联系任何人 最终当管理员联系他家属时 竟然没有人愿意过来为他料理后事 看来所有曾经关心他的人 都已经放弃他了 相比这位意外去世的股票经纪人 另外一位居住在磁城县的62岁逝者 生前的日子就过得更加凄凉了 由于长期事业 没钱交纳各种房屋费用 物业在五年之前 就把他屋内的水电燃气全停了 连管理员都没怎么见过他 逝者是在去世两个月之后 才被邻居发现的 邻居怎么也弄不明白 他明明关上了所有门窗 屋内还是会莫名其妙的 飞进来许多苍蝇 还有难以消散的恶臭 屋里有一张逝者留下的纸条 上面写着 管理员请救救我吧 可见他对生还是有着强烈的渴望的 当清洁队收拾好房间后 从此世界上再也没有老人的任何痕迹了 管理员通知了逝者的哥哥 哥哥文讯前来 他们已经十几年没有见面了 哥哥说道 弟弟一直不工作 也没有打算重新就业 即便我介绍工作给他 他也不接受 后来就一直避免与我见面 我和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 欢迎随时回来 可是他再也没有联系过我 我也从此放弃了这个人 后来哥哥为逝者举办了葬礼 当记者问到有多少人来参加葬礼时 哥哥黯然的说道 只有我 公司负责人曾田说 近些年来生意越来越好 可是他却高兴不起来 毕竟说到底 孤独离世是因为缺乏必要的关心 死亡不可避免 但孤独可以治愈 根据世界死亡时中的数据 全世界每一秒钟就会有1.8人死亡 我说完上一句话的功夫 已经有8个人离开人世了 现在是12个人 这个世界每一分每一秒 都有婴儿孤孤坠地带来希望 但同时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 也总会有人的生命走到尽头 西藏生死书中说 我们是一个没有死亡准备的民族 因为在中国人的生死哲学观里 死亡是一个不能碰触的禁忌话题 一旦沾上死亡 就是不吉利的 是洪水猛兽 以至于当死亡来临时 我们常常不知所措 但生活从来都不会只有美好 也充满了心酸和无奈 痛苦与泪水 在你合家团圆 幸福美满的时候 某个角落里 总会有人在为生离死别 而放生痛哭 人在面对死亡时 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狼狈的 因为万丈红尘 太让人留恋 因为所爱之人 太让人挂念 但在合眼的那一刻 对于逝者而言 只留下了最后一个问题 那就是如何体面地离开人间 如果说殡仪馆 是城市的最后一站的话 那么入脸师 就是逝者人生 最后的送行者 用精致的妆容 演具因为病痛的折磨 或者是生计所迫 所带来的枯稿眷容 用整洁的衣物换下此生 因拼命奔忙所沾染的 普普封城 电影《人生大事》里 有这样一幕 小女孩小文 跟幼儿园老师说 自己的爸爸是重心性的人 如果每一位逝者 都化作了 满天繁星中的一颗 那么入脸师 就是点亮星空的那群人 他们站在生死的边界线上 是天堂与人间的百度者 日本高分电影《入脸师》中 在殡仪馆 做了一辈子火化工人的大爷说 在这里待得越久 我就越相信 死亡是一扇门啊 它并不意味着生命的结束 而是穿过它进入另一个阶段 我呢 作为守门人 送很多人穿过那扇门 对他们说路上小心 后会有期 能把他们送走 真的非常荣幸 前面我们提到的 入脸师小慧也说 在他亲眼见到的 许多生离死别的场景中 家属都会对逝者 说一句对不起 这句对不起背后包含着 生者对逝者的愧疚和遗憾 但更多的是不舍 在我们的人生教育中 没有告别这一刻 大多数的体会 都来自于被动的接受 在一次次的告别中 我们有着失去的遗憾 但别忘了 也要重新燃起 对今后生活的希望和勇气 敬畏生命 才能更加珍惜 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愿每一个人的人生 虽有遗憾 但依然值得 今天是姥姥的七七 仅以此篇献给天上的姥姥 和我的家人们 曾经在网上看到过 这样一段话 如果每个人都是一颗小星球 那么逝去的亲人 就是身边的暗物质 我愿能再见你 我知我再见不到你 但你的引力仍在 感激我们的光锤 曾彼此重叠 而你永远改变了我的星轨 纵使在不能相见 你仍是我所在星系 未曾分崩离析的原因 是我宇宙之网的永恒组成 所以有一天 我也会失去了光和热 冷却后回到你的身边 那时我们都在远方了 不要眼不衰变 默默相对 等待重逢的那一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